說你懂貓 說你懂貓 歡迎收看 最冷門的十種貓 參與猜哥大神 我們康康 哈囉哈囉 現在叫Isaac Isaac I-S-A-A-C 你懂周悅倫這是我們認證的 為什麼今天會邀請康康來呢 除了周悅倫以外 也蠻懂貓的 什麼原因才懂貓 我本身就有養貓 都有做研究 所以有看到各式各樣的貓 對對對 這一個請問它是什麼貓 這台灣很常見的喔 台灣品種貓裡面說 算蠻常養的 陰短 陰短 說你懂貓 慢刺肯啊 他臉一樣遠遠的 我們這集拍到這邊就可以了 第一集就錯了 而且是台灣養的 後面十大怎麼辦 下一題 下一題 俄羅斯藍貓 俄羅斯藍貓 對 百分之一百 確定 這陰短 藍貓顏色的陰短 我應該講藍貓就好了 布偶貓 而且是雙色的布偶貓 布偶貓它有分很多種 它有重點色就是臉黑黑的 還有手腳的地方會是白白的 然後它有分藍霜色啊 海豹色 三紋上面會有紋路 它也是有分線的 因為我自己加的 就是布偶貓 喔 剛剛的一些解釋 算是跟你前面的那些失誤扯評了 看得出來你是專業的 專業布偶貓 知懂布偶貓其他都不懂 略懂略懂 最後一個 這是什麼呢 金吉拉 金吉拉 金吉拉叫什麼 它有別的名字嗎 就低調金吉拉 金吉拉 波斯貓 我一直想說是冷門 因為波斯貓太常見了 我這幾個是台灣主要常見 開場嘛 先熱身一下 冷門今天冷不到什麼程度 維基百科都沒有 我要去查那種特別的論文 才找得到 那也太冷了吧 超級冷 我敢保證觀眾 請問這是什麼貓 完蛋了 這是特效吧 不是 他真的長這樣 我可以看別張 他真的長這樣 來吧 你今天會被我打爆 我跟你講 你覺得他像什麼 猴子 他的名字跟猴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外型不覺得他像什麼 除了猴子以外 廢廢啊 超像廢廢的 他叫狼人貓 他是一種自然突變的短毛貓 然後外表獨特 有部分無毛皮膚和稀疏的毛髮 他們的名字還是希臘語 意思是狼 他有兩個名字 一個叫 這個是什麼 我也不會念 對 然後他好奇聰明跟玩耍的個性 國際貓科動物協會呢 在2012年的時候 把他納入協會裡面 現在這個品種是被公認為 冠軍品種 他超級稀有 完全沒看過 亞洲基本上看不到 來第二題 請問 他是什麼貓 這樣不太好做決定 有沒有第二張 我才有一種短尾貓 他有一些就是 俄羅斯的貓那種感覺 這個貓是某一種貓的後代 變種 這叫庫爾蒂貓 千島短尾貓 猜對三個字 他還是俄羅斯 庫葉島 薩哈領導 擁有短尾巴跟獵豹般的步態 這些貓具有強壯身體 短而蓬鬆尾巴 一些優好的性格 他們善於狩獵和游泳 他會游泳耶 滿厲害的耶 然後跟主人關係密切 廢話 只要說貓跟主人關係都不錯 他兩個名字 千島短尾貓比較像是我們 比較通俗的講法 然後庫爾蒂 是他比較學術的 對對對對對 來猜這種貓 我今天根本就是 來被打的 對觀眾你可以猜看這種貓 這個貓蠻特別的 他的看起來就是細細長長 然後尾巴也很長 該不會叫狐狸貓吧 然後最後一張這個 我看很多照片以後 我後來特別找的事情 有點像獅子的感覺 他叫索瑪莉貓 阿比西尼亞貓的長毛變種 其實阿比西尼亞貓 算是蠻冷門的貓的 冷門的貓的變種 西尤中的西尤 這幾種貓都是世界冷門的 他用美麗的狐狸巴的尾巴 他外表優雅 性格活潑好動 喜歡攀爬跟玩耍 他很像那個 把貓的頭套到那個 狐狸身上 全部都沒看過 欸這個很酷喔 我們換個方向材 你覺得這隻貓是 生產在什麼國家的貓 看這圖片 澳洲 或者西伯利亞之類的 西伯利亞 喔 接近的感覺 好來選一個澳洲西伯利亞選一個 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 他就叫西伯利亞貓 有有有 欸你很準欸 自己有一隻挪威森林 就是跟他還長得蠻類似的 你說那隻貓叫挪威森林 對挪威森林貓 喔酷欸 我只知道淡水的企圖利怪也叫挪威森林貓 這我就不知道了 哪一天想要跟利伴來淡水QK 除了住我們朋友家 還可以去挪威森林 帶了你的挪威森林 到挪威森林 沒問題 下次準備好另一半 我馬上就來了 然後他來自俄羅斯 然後具有厚實的毛皮 跟強健的體魄 這些貓適應力強 能夠適應延寒氣候 西伯利亞貓個性友善 對過敏者來說 可能是一個好選擇 不會讓貓過敏的那個 不會讓人過敏 喔不會讓人過敏 對對對對對 像我家貓我講四隻貓 對我家有四個品種 有黑貓 橘貓 B4貓 跟白狸虎斑 喔蠻酷的欸 有我上次有去玩 你都沒有發現我講話有不對嗎 沒有不對啊 有啊我說四個品種欸 有有有我有聽到 哇又動 跳進去了 我知道啊 是我們用顏色下去分類 他其實都是一個品種 米克斯 最可愛的貓 而且米克斯他們都是很容易掉毛 摸一摸然後就一戳了 對短毛其實比長毛容易掉 就是你反而看不到的 啊長毛是你可以少得到 短毛貓更容易讓人過敏 如果你是容易過敏的朋友 又想要很想養貓的話 西伯利亞貓可以考慮一下 布偶貓也可以 只是西伯利亞貓 你要給他吹冷氣 不然他會太熱了 其實那個貓咪是靠腳掌在散熱 沒有比如說皮膚上的疾病或什麼 不需要特別給貓咪剃嘛 他們會沒有自信 我有問過獸醫 我說他一直掉毛 我可以把他剃掉嗎 讓他不要一直掉 他說千萬不要 貓咪會自己調節他的溫度 對沒錯 這樣其實對他不一定是好吃 然後貓咪為什麼都那麼乾淨 他自己會自解 他會舔身體以外 他很容易掉毛 所以他毛是很常換新的 所以他不像狗一樣 狗都要洗澡 貓不用不太需要洗澡 貓的話其實 如果環境都保持整潔 都要半年洗一次就可以了 對啊 我大概三年啦 第一次洗澡以後 幹進三年 也是不錯 好下一個 手機想 是你的嗎 不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奇怪我明明就 直接看起來跟我們 我們台灣的橘貓咪 什麼兩樣 然後很有趣的是 每一張喔 幾乎都是同一個 都是從他右邊側面拍的 為了拍他的屁股 短尾貓我們聽過 你有尾巴貓你有看過嗎 為什麼會無尾 跟不餵熊吧 會爆樹的貓 對 在樹上生活的 這個真的 來我來科普一下 橄欖尾貓 叫威爾斯貓 就是 漫島貓的長毛變種 漫島貓差不多長這樣 然後他還有一個故事 在諾拉方中 大家進去的時候 關門的時候 夾到漫島貓的尾巴 大家都說他是被門夾斷的 他的尾巴短得像橄欖一樣 就是 就是甚至看不到 因為他太短了 他五尾或短尾 有時候連尾巴都沒有 具有圓眼 和修纏身體 然後 剛剛尾貓性格溫和 善於適應家庭生活 他們聰明好奇 喜歡與主人 跟其他寵物互動 某些貓品種 他們是有些野性的 而且有些貓超大隻 三貓那種 超大隻 我看那個 國外的影片 有野性的貓真的不太能惹 他們就是個小型的豹 你知道嗎 那一爪下去 跟一口過來 不是開玩笑 不是像你家貓那樣子的攻擊性 不適合人養 就可能要一些專業的那個 訓練 真的 你受傷不會比狗 還要輕 我們看下一個 喔這個帥了 你有發現他有特點 超級藍眼睛 你看到藍色眼睛 你會想到什麼 布偶貓 真的 布偶貓真的是藍眼睛 好啦我真的 這隻貓為什麼會藍眼睛 你說像異色筒吧 對 可能就是也是有 突變之類的 其實像台灣那些 尼克斯的白貓 都是白花症 領養貓咪那些愛貓 他們的經驗跟我講 因為他們異色筒 然後又全白 這是一個疾病 雖然這個貓很特別 非常不鼓勵大家 特別去繁殖他 這對貓這一生 其實不是已經很好受的事情 但他會有一些缺陷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他外型其實跟我們一個貓差不多 但他眼睛就是 特別的漂亮 這隻跟我們家太郎 超像 只有眼睛不一樣而已 白利虎般的感覺 他們不管他們眼睛就是藍到一個 超級藍 對這藍得很靜音剔透 這叫奧霍斯阿蘇勒 他的名字也比較難念 他可能我不知道是什麼文 阿寫西班牙語 嗯有可能 你知道你懂西班牙語 然後後面有寫 藍眼睛 我想吃炸 這是一種擁有鮮明藍色眼睛的 罕見貓品種 他名字來自西班牙語 意為藍眼睛 對我想到了 麻祖的藍眼類 他也叫做 喬斯亞貓 他外貌優雅 毛色多樣 所以他毛色不一定是什麼 就是有很多種類 可是他的特色就是 眼睛是藍色的 沒有眼睛也是藍色的 他們性格友好 與家人和其他動物都可以相處容駕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算簡單 就折耳貓 全耳貓 全民 全民喔 你不能抓 這台灣有點癢好不好 這台灣算蠻常見的 我們記重點的名稱 你對一半好不好 對對一半就 蘇格蘭 折耳貓 該死的蘇格蘭 這種貓都是臉超圓 超級可愛 但是不建議大家去養 非常不建議大家去繁殖這種貓 天生聽力 就比一般貓更多 而且他耳朵裡面容易長 無納狗 你要非常注意去整體它 其實像短腿貓 折耳貓我覺得都是 非常殘忍的事情 你想一隻活蹦亂跳的貓 他可以飛沿走壁 但他生下來 他腿太短 沙發落上不去 這很痛苦 你知道嗎 你已經當一隻貓了 你還不能跳 什麼道理啊 貓的聽力是非常好的 一個東西掉下去他就會馬上有反應 對 然後狗是嗅覺厲害 貓聽覺我記得是 僅次於貓頭鷹 貓的話 應該是好幾百公尺外 都有聽到很細微的一些 他的獵物的聲音 然後天生耳朵蓋下來 滿可憐的 就是為了我們人類的美觀 犧牲他們本來該有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 不太好聽 所以請大家要知道這個姿勢 你要知道這是非常不好的 我們希望這個世界以後都能夠 不要往這個方面走 我們往那個更健康 然後活得更久的方面走 所以說澳洲現在在狂殺貓 澳洲現在貓多到政府去 太大屠殺了 這個就是個陷阱 來 我們快看一下他的圖片 不覺得很眼熟嗎 超眼熟 超級眼熟 這怎麼差那麼多 這又回到剛剛那個類型 這張照片是有點黃 然後有點有點黃黑白 這個圖片是我在維基百合上面結局下來的 他不算是裡面最正統的 我剛剛找的比較像是 比較常見的花色 對大家應該會以為他是陰短 沒有不會 陰短就是臉比較遠 他叫馬爾他貓 馬爾他家的貓 錯 他顏色主要是灰或藍 他是血統不確定的貓 馬爾他島上很多的貓都是這種顏色 所以他就命名他為馬爾他貓 他不是陰短 他不屬於英國 他屬於馬爾他 他擁有柔軟的灰色短毛 溫柔的個性 馬爾他貓 體型中等 適應力強 然後也是一個溫馴的類型 沒有什麼共同特徵 就說是毛色而已 對阿 我覺得可能馬爾他貓太多了 據說他是一個像貓島的壓力 貓別人還多 他貓有其實蠻多品種的 然後他可能互相一直 雜交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是會長不太一樣 哇這就酷了 這就酷了 爆貓啊 爆貓是不是 這張看起來確實像爆貓 來下一張 像虎斑 對 這兩張呢其實我覺得 他的特點沒有到那麼的鮮明 這張被爆起來了 他眼睛紅色是因為相機 我知道了 相機的感覺 這張就比較像他真正的樣 畫完是斑點 但他斑點不像爆貓的那麼深 然後這張有點像爆貓 但他是灰色的 虎斑是條狀 對虎斑是條狀 然後他是點點的 但爆貓的話是偏黃 這到底是什麼貓呢 感覺他也是雜交出來的 但是我蠻出乎意料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稀有的貓 他叫莫吉貓 然後他也叫做 莫哈瑋斑點貓 是為了保護 莫哈瑋沙漠的野貓 而開發的一種貓科動物 1980年的時候 首次發現 然後那時候人們發現 第一個野貓的部落 群落 然後他們在生活在 茂密的沙漠灌木蟲下面的 深坑裡面 那坑是他們自己挖的 到現在還沒有研究出 他們到底是怎麼去挖出這個深坑 他目的是在保護他貓的後代 然後免受惡劣的沙漠貼性影響 所以他是在沙漠中生存的貓 超酷 長的就像我們里克斯差不多 貓裡面的戰士 在保護其他的貓 貓中的中東人 中東貓那種感覺 不一定叫中東啦 他就是在沙漠裡面 沙漠地帶 我們記得好像在美國 這個貓還是美國沙漠 有一家算貓舍吧 還是什麼地方呢 他是現存唯一一家 擁有和飼養這種 原產於這個沙漠稀有的貓舍 對 等於說就只有那一家 有在養這些貓 全世界唯一一家 因為沒有其他飼養員 有資格去餵養他 可能他有一些特別的特權 政府啊或者什麼愛貓使徵業 國際貓協會之類的 給他一個特權 所以他就是 他所有的貓 這個品種貓都被暗示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貓是稀有中的稀有 他應該是不會賣出去啦 應該有可能會走私 不要不要千萬不要走私 然後這個貓很特別 他是保護這個沙漠的 可能是會吃一些 可能一些蝎子之類的 他很兇耶 毒毒不清耶 這個沙漠的土疼 他可能是這個沙漠的王 那我們看最後一題 第十題 來這是什麼貓 這是桃子 桃子 我家的桃子 你家桃子 OK 國際答對了 黑話是你家養的 他就是重點色的不我貓 他因為他就是臉黑黑的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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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家貓很可愛 因為是我養的 喔沒有 貓都很可愛 聽說貓像主人 所以他 他才是我主人 我只要 說得好 兩天沒回家 他就在床上尿尿 哇靠 很傲嬌 貓尿尿子跟貓尿子超臭的 真的沒錯 狗尿尿子跟他完全是一個天克地 狗尿過年沒發現 桃子不要再亂來尿了 今天帶大家認識的好幾種 特別的 人們的貓 主要我們是呼籲大家 愛護一些貓的 我們都是把貓當主人人 我們希望可以讓他健康成長 知道他離開 也謝謝他們陪伴我們這些日子 我們之後傷心難過 憂鬱不順的時候 看到貓 看到寵物我們 可能性就好一些 對 那你家咬一萬狗 室友有兩隻狗 我家有三隻 你家是很歡樂的一個地方 對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關於狗的題材 好那今天非常謝謝 I suck I suck I suck 昨天剛換的 我覺得還是叫你小康比較好 不健康的康 對 好那非常謝謝大家去收看 掰 掰囉 嗨 嗨 嗨